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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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 没事 哥 我还手提亮呢 对对对 我忙着了 八分钟到 男士起立花外 不忠不忠 不忠不忠 额联可是一件重庆啊 刚来点还不到一分钟嘞 你说是不是啊 美女 规定八分钟就是八分钟 多一秒都不行 天儿 这是 这是相亲的还是探间的 不抗议 抗议无效 不反对 反对也无效 不行 我不反对 不反对 不反对 第四轮相亲计时 开始 你好 我叫秦生 秦朝的秦 陌生的生 你条件这么好 怎么还要靠相亲来找对象 条件的好欢 不决定恋爱的成败 影响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说生活圈子的大小和多少 你想知道我的过去吗 想 我曾经有过无数次失败的恋爱 最长的两个月 最短的一星期 有一段时间 我甚至觉得自己找不到那个对的人 于是 就玩起了一夜情 其实 我是来疗伤的 去马上 起码你的手拿开 皮肤不错 我找有共同语言的人 你不愿意 那就算了 你 生什么气啊 这只是个玩笑 有人耍流氓 你等着 我还会回来 这次八分钟相亲会总共成了六对 可是您这大小姐还是一个没看上 我跟你说 我这老同学可是已经尽力了 反正我要找个自己喜 是 知道 每个女人都需要一个英俊潇洒 知冷知热 聪明又有钱的男人 我明白 可是这样的男人第一 毕临灭绝 第二 即使残存下来 也是别人的老公 有主啊 第三呢 剩下那么最后的一小丁丁点 没结婚的 要么就是同性恋 要么就是生理有问题 那你是同性恋 还是生理有缺陷 我是啥你不知道 我那不是有婚姻恐惧症吗 对吧 再说了 我 我我也没钱呀 你说你这个人可真奇怪啊 你成天撮合别人的婚姻 自己却有婚姻恐惧症 别说我了 那么的 我呀 劝你 要么及时行乐 要么找个长期饭票 你现在这样不行 你这属于 属于属于浪费生命 你知道吗 我可不这么认同 反正啊 我在三十岁之前 肯定会遇到自己的正名天子 行吧行吧 你愿意干嘛干嘛 我祝福你啊 到时候你就 肯定会找个宽敞的地方 然后敞开的哭 因为那个时候 你流出来的眼泪 全是现在脑子里浸的水 别不信 人家都要结婚了 周大军 是不是 连他都结婚了呀 小蕾呀 你说当时人家 可是拼命地追呀 你是玩命的飞 现在 连最后这么一个备胎 都让人给爆了 没事 我那儿还有几个破胎 要吗 喂 喂 喂 这个怎么样 这也太矮了吧 这个呢 这个呀 这个呀 就是个金毛狮王 这个呀 这两个总可以吧 这个呀 这两个一看就是直接摔跤运动员呀 大哥 你存心的 我真不是存心的 我跟你讲 我父母挑剔着呢 一般的货色对付不了他们 反正咱俩说好了 我帮你去相亲会撑场面 你跟我回家对付我爸妈 你有没有搞错 你那儿是撑场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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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就是杂场子还差不多 我有什么办法呀 那么个组员员 一点目的也不想 怪不得架不出去 好了好了 来 喝一杯 叶威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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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 我开开人家 是不是 我饿了 半菜 早点哈 干了吧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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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弄得过吗 跟你不是团我一样 张老总 张老总 你太好不起 走 喝酒 喝酒酒也行 不喝酒也行 那就大冒险 大冒险 你现在过去 对那个女人说我爱你 然后再亲吻她一口 谷飞员 我不去 那我现在马上在微博上 发一条 那天你在Pandy家 派体上喝多了 然后把他们家的母狗当成 没人会相信的 照片我都有 算你咋了 其实她那天在Pandy家的派体上喝多了 是把他们家的母狗当成了 公狗呗 不然你的是什么 不然你的是什么 你 小心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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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就想说这能情吗 他是情圣又不是禽兽 有什么不行的呀 放心吧 我跟他好几年的朋友了 他父亲是做带生意的 家教很严 不会出什么乱子的 怪不得我觉得应该像二十字母 那叫高富帅好吗 人家能看下你的同学 你同学高兴都来不及 他们两个是有情人封城迅数的 现在呢 那你应该谈谈我们的事情了 走 走 我很诧异 你居然当了爱情猎头 我喜欢帮助别人寻找爱情 这样会感觉有成就感 那你自己的爱情呢 我 我已经不相信爱情了 以前的你好像不这样 我只是一阵子 他不相信爱情 那么经常要贵 她就一个人 以为是不肯定 你应该要是不肯定 如果是你心得平常 我对你 我当初就不肯定 能将岳峰教授机 随着时间的退移 激情冷却战胜矛盾 两个人开始抗争挑战 甚至不稀奇代价摧毁对方 毁灭对方 这就是婚姻的 你觉得呢 怎么听起来像是一个屡战屡败 一个离异男人说的话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 所以千万不要对婚姻 抱有任何的幻想 反正我觉得我现在一个人挺好的 用不着要为谁改变 也用不着要跟谁斗智斗勇 我们两个一个不相信爱情 一个不相信婚姻 去干这为别人牵牵搭桥的事 是不是有点粉丝啊 我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我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怎么会 我在来之前 已经把你的一切都调查清楚了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是不会主动去找宋佳明 要求来爱情再现的 好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 嗯 走吧 哼哼哼哼哼哼哼 怎么样 你到底要干什么 一会你就知道了 你是我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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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的时代 腾讯的自作 我告诉你 我以前一直有个愿望 就想和你做一次旋转目吧 现在这种愿望终于实现了 那现在我是不是可以就去看你了 不可能 为什么 我要把你欠我的东西拿回来 我欠你什么了 反正现在我们朝夕相处了 我会把你欠我的东西拿回来 乔琳娜 我欠你什么了 我 对不起 结果 等一下 小子 寻楼呢你 消耗的什么 我就是想问一下 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女孩 为什么 为什么 小峰 来个多管想事的 可惜他妈的是个弱智 别怕 别怕 有我在 你保护我 我保护你 别浪费时间了 揍他 等等 我不认识他 让他走 你走 你走 好 他也住这儿 也挺可怜的 他说 一会以后 谁都不想要他 他就一直 想从家里边 冲进也没做上 几片好日子 要不然也不会 刚二十 就急着搬出来 他刚二十啊 怎么还在读高涨 大北天气 像踢平衣游一样 天来天去 流济 也是很正常的 你在北京上学 回来不了两次 家里边 隆隆清清的 我看这姑娘 又老实 又可怜 就把咱们家的房子 便宜点租给他了 老实 可怜 是啊 反正你以后要把他 当作你的小姐姐 凡事多照顾他一些 就是了 不想要拿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什么 你要赶走乔琳呢 是的 那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你忘了我和她打了赌吗 我以为你们是闹着玩的 开什么玩笑 总经理的位子有闹着玩的吗 不对吧 我觉得你们之间好像不止那么简单 除了公分 应该还有丝绸 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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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丑丝绸 你武侠角色看多了吗 丝绸 丝绸的 那为什么我觉得 你好像还挺怕她的 我怕她 开什么玩笑 我在这里兢兢业业干了这么久 凭什么被一个新来的气候 我是为了找回我的尊严 拿回我应得的地位 真好 刚参加工作 就能看见你死我活的职场大戏 我一定要好好找找见识 加油啊 滚滚 你不要以为光看戏就行 这回你必须站在我这边 我啊 不行不行 我小时候营养不良 智商新商都发育不全 我当观众都不一定跟得上剧情 我要跟着你一起演 肯定会拖累你也演砸的 滚滚滚滚滚 我看你还真是智商余额不足啊 是我一手把你拉进来的 你忘了吗 你忘了吗 你认为乔林大会让你安安稳稳地在这儿待下去吗 好 就算她让你安安稳稳地在这儿待下去 青春节和茉莉这两个人情 你认为她俩会给你好过的事吗 是 她俩现在是没对你怎么着 那是因为有我在 有我照着你 假如有一天我不在了 我待不下去了 你觉得你还能咱俩 她她她她她是待下去吗 你只能被当成一件可怜的牺牲品 瓜瓜 牺牲品 牺牲两个字 会写吗 所以 你要选择牺牲 还是跟我一起反击 反击反击 这就对了 从今天起 你就是乔林娜的影子 她到哪儿你到哪儿 我就不信了 我还抓不着你的把柄 快 小琳娜好像有麻烦了 刚才她让我给她的客人倒茶 后来又说不用了 两个人就急匆匆地去了美丽巴 脸色都不太好 哦 走 走 听不听她们说什么 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有线人 上 小黄 拿东西 帮个忙 什么 说吧 说具体一点 那天不是你让我送那土肥 回家吗 可是我不知道她家在哪儿啊 你就把她带到你们家去了 是啊 不过我可什么都没干啊 她醉得跟个死猪一样 我对她没兴趣 可是第二天 我不知道怎么就从客厅的沙发上 跑到卧室我的床上来了 就睡在我旁边 我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睡了 你不是在沙发上吗 不是 你让人家女孩子睡沙发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这个人有洁癖 让一个醉鬼睡我的床 还不让我去死呢 说重点 重点就是啊 第二天早晨 我父母开门进来了 以为她是我的女朋友 你知道我父母都是基督徒 我没办法 只好承认了 这不挺好吗 这不是你最想找人 帮你应付你父母吗 关键是 这个土肥猿竟然跟我父母很投缘 他们没事就叫他在家里吃饭 这一来二去他就信以为真了 真把自己当成我的女朋友了 这叫什么 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吗 开什么玩笑啊 我可不会为了这么一颗狗尾巴草 放弃了整片孙女 那这好吧 你跟他提出分手啊 现代男女薄情寡义 我想他不会继续的 是啊 但是我父母觉得他靠谱啊 我要是甩了他 只能证明我不靠谱 他们为了让我靠谱 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是啊 我上个月刚买了新车 这信用卡是一定不能停的 哦 你的经济大权归你父母手里 那你的婚配权归你父母也很正常啊 这事儿 我可帮不了你 我可说服不了一堆基督徒 但是你可以说服那个土肥猿 别嫁给我呀 只要你能答应我 你说什么 我都同意 不是 大哥你找错人了吧 我牵线了不是拆婚的好不好 女人的心思你最懂了 你能让他们爱 也能让他们不爱啊 这个事儿你要是不帮我 我可就死定了 单身胡混乱泡 结婚说不得对你是一件好事 如果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了 我也会告诉那个土肥猿 是你让我去相亲婚上 当婚托儿的 你胡说 那天是你求着我 你自己要去找个应付你爸妈的 你好意思吗你 所以长在我身上 我死了了 你也得给我当店呗 别忘了 当初是你把它塞给我的 你也有责任 我相信以土肥猿的性格 一定不会就这么罢休的 到时候你好不容易挽回爱情再现的名字 行了行了 我抱你想办法还不行吗 记住 是帮咱们俩 所以你怎么说都行 反正我听到的就这些 没想到乔琳娜也用昏脱 你赶紧去向董事长汇报 不行不行 现在不行 他们现在是一伙的 谁都不会承认 如果这个时候我告诉董事长的话 他肯定会误以为我想找人把乔琳娜给赶走 那怎么办 不着急 这事肯定会被揭穿的 怎么揭 你以为分手有那么容易吗 好了好了 不管你们的预谋什么 反正你们的忙我是帮的 所以我的忙你们也得帮 放心 不就追茉莉吗 老在我身上 谁谁谁啊 怎么没有人追我呢 老婆娘 隋男虎 上班的时间干私事也有薪水可以拿吗 阿凡 阿凡 烦烦 你在这干嘛干嘛不进去 走 我请你拿 阿凡 不用了 我跟同事还要有事不叫办 是啊是啊 我哪有那么多事哪有那么忙 走嘛怎么 谁忙呢 现在是上班时间吧 咱私事也有薪水了是不是 苏气 等等 你说 你说谁苏气呢 说 说 你 苏气 说你苏气 你啥呀你 跟我走 你说你 哎你们 苏气 不 这就是我 好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把这张牌 这张牌的意思说 你要花点心思才能把他给抓住 好像还挺准的呀 那当然准的 要不然我学这东西干什么 对不对 张牌 有了呀 这张牌 说这段感情十分的曲折 什么意思啊 你打在这张牌 告诉你个坏消息 你的真命天子很有可能要离开你 好 小蕾 不要担心 不要沮丧 我们接着来 哇哦 说明你只要努力 就可以让他发现你的优点 他就会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他就可以留在你的身边 成为你的国王 而你马上就要成为他的 大声地读出来 圣杯王后 大声一点 王后 对了 好了 王后 这张牌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张牌说明 你这一辈子再也不会有比这段婚姻更好的姻缘 所以说小蕾啊 我奉劝你啊 一定要有咬住青山不放松的精神 盯住啊 咬死他 跟我一起读 咬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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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有夜生活 喜欢甜食和仙人长 由此可以断定此人性格偏执 有一定的暴力倾向 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三十岁之前 可以成为新娘 所以对秦胜势在必得 别担心 我们为你特别制定了一系列的分手计划 这个计划就叫做 大部分男人都认为 对女人逐渐的水和冷带 是最好的分手方法 其实大错特错 这样只会让女人抓狂 然后缠分警 因为每个女人都会觉得 失恋失小面不失大 被一个男人冷落 是最明明的样子的事情 你可以不要她 却不可以污吏她的自信 记住 你爱她 珍惜她 你离开她 只是被现实损过 这才是她最小听的 分手法则一 善意的欺骗 让她知难而退 没有生育能力 怎么会啊 医生说 他说我 突发性丧失生育能力 这还有救啊 走 到了到了 你看这包治百令 避难罚症 就这么个破地方 还神医呢 我告诉你 这真正的高人 可都是低调的 不会是江湖骗子吧 我老同学介绍的 不会有错 再说了 现在神医难求 这个地方 平时可都是要摇号的呢 那自信 可算是有福之人了 走走走 请去看看 干什么 回来 走 医生 你们俩 谁有病啊 是他 是你我也不会治 我这 专治男人 您怎么这个伤啊 我这可是 男人的福音呢 你这这么简陋 怎么给人看病啊 我叫世代中医 祖传的手艺 普通的 赤量副中药就可以了 严重一点的 就只能动手术了 你还能给人动手术吗 说了是祖传的手艺 包治不好 不过呢 不同的人 手术方法也不一样 一般的患者 我们用电机 再严重一点的用针刺 不过最严重的 可就是切割了 切了 切了不就成太监了吗 我说的切割是专业术 用细胞进行切割 死管硬儿懂不啊 好了 别说那么多了 赶紧跟我检查一下 晚了就智能切了 我去 愣着干什么呀 脱裤子呀 我跟您说一下 咱们能不能不检查呢 不检查 你来我这儿倒什么乱呢 其实啊 我没病 来我们这儿都说没病 我真没病 那你女朋友这么说 你有病啊 您听我说 我女朋友她总是疑神疑鬼的 那个我就是有点疲劳 睡一觉就好了 睡一觉就好了 那你就在我这儿睡吧 小伙子 别害怕 我跟你说 我这儿扎了一百多人了 不差你这一针了 你给我把他做错了 董董 停停停停 神医啊 神医 神毛呀 好了 全好了 还没扎呢 隔空点穴啊 神医啊 谢谢了 谢谢了 不谈会了 出来了 怎么 这一声不好 要不我再给你找个 厉害点的 不用不用 那个 我已经没事了 好了 全好了 好了 怎么这么快 就好了 可能是突发性 生育功能恢复了 恢复了 走 走 分手法则二 丑化自己 吓死他人不成 你有病啊 有病啊 吓死他人不游乱 屎 你生活当中就只有谈恋爱男朋友吗 你就不能生活得再 再丰富点 你这样我压力会很大的 不不不不 我没想给你压力 我只想对你再好一点 行了 你多想想你自己 你应该去学点东西 英文你会吗 理财你懂吗 你瞧瞧你自己 要事业没事业 要品位没品位 要情趣没情趣 你该去补补课了 你 你什么你 你该回去好好反思反思了 你去死吧 你说这样会不会太狠了点了 至少他不会再理你了 我回去反省了一下 我觉得你说得非常的对 我不应该那么的不思进取 所以我现在报了英语班 厨艺班还有礼仪班 我还准备买新上市的基金 你知道吗 从来没有一个男人 会为我考虑这么多 我非常的感激你 所以 我会比以前 对你更好的 非手法则四 造成脚踩两肢船的假象 引起他的误物 你现在给我的感觉 就像是 夜晚清风的味道 还有淡淡的草木香 那么性感 又那么清新 秦升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跟朋友聊天 只是聊天 朋友 你前几天放在我们家的衬衫 我已经洗好了 你什么时候来拿呀 对了 还有你的T恤刀 Linna 你怎么在这呢 上回我放在那衬衫 还有T恤刀 什么时候给我啊 个枪标给别的男人 小雷 你怎么在这 秦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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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见过的 我是小雷的中学同学 Linna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她是你的客户对吧 着急跟小雷结婚是吧 既然我觉得 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地 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前庆祝呢 来 要不坐一起嘛 那个 不好意思 我们还有事 就先走了 走了 坐一会儿嘛 秦先生 班子好 拜拜 不送 拜拜 走了 拜拜 干爸地 干爸地 咱们 咱们 humans